欢迎来到时哉时哉 网络教育学院线上的课程 我们这个主题是 核心的价值从大学说起的第九集 整个架构是有经文有串文 串文就是来解释经文的 解释经文先解释经文的纲领 再解释经文的细目 纲领的部分是明明德跟清明 这两个纲领的结论就是子于至善 我们现在正在解释子于至善 子于至善我们雪儒老人 他写大学的架构 他分为四个小节 所谓的邦极节 木暮节 沾皮节 跟乌乎节 乌乎节里面 他有分为两段 这个刻盘架构很重要 就是从架构里面来认识经文 我们会对经文有一个全局的认识 而且彼此的关联也看得懂 乌乎节当中 有举周诵来赞美文王 让我们后面的王不要忘记文王武王的功德 再来就是曾子叙述这一篇诗经里面的诵 说是这个贤者 君子是对贤者是很尊重的 对该亲近的人是很亲近的 带动的风气是民间是能够安居乐业 也能够在他国家给他们的很好的生活当中 享受快乐而又富足的生活 所以这么好的政治 会让后人来追思前王 那我们来看正式的经文里面说 诗云误乎前王不忘 前王就是指文王武王 不要忘记前王 为什么不要忘记这个前王呢 因为前王他的政治的气象是什么 叫做君子贤其贤 亲其亲 贤其贤就是重视这些贤者 培养这些人才 乃至于重用这些人才 而亲其亲就是对亲主父母亲 都非常的亲近 孝养和睦 等于从家庭里面带动这个孝帝的风气 从这个风气由近即远 有亲及书 而且朝中都是贤人 有助于国家的安定跟繁荣 那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小人就是指在一般乡野之民 他们是乐其乐 什么叫乐其乐呢 就是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 而利其利得到半政治的各种利益 比如说税收很低 或者是民生设施很好 或者是百公兴旺 或者是医疗等等的种种的措施 就像现在这个社会 好的国家 它很多的社会福利 那此以末世不忘也 所以后面的人不会忘记前王的恩责 他变成一个典范 一个施政的典范 这一篇是出自于周宋的列文篇 就是《乌乎前王不忘》这一句是出自于周宋的列文篇 通说是告诫十王 就是文武王之后 每一个王都必须要这样做 可是特别说它是一种训绵 什么训绵 在周宋列文篇总共有十四句 城王在祭祀武王的时候 有培祭的诸侯 有祖祭的城王 所以周宋列文篇前面的八句 可以说是告诫这个祝祭的诸侯 后面六句是告诫成王 这样的告诫就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勉励 最好的提示 以及让他们不要忘记 文王武王为政的典范 周宋列文篇里面 他的诗句是这样说的 叫做列文毕宫 列就是武功 文就是文字 所以一个国君他也有文字武功 武功就是他能够敌遇外敌 安邦定国 文字就是种种的措施 政治的措施 内政的措施 教育的措施 经济的措施等等 那列文毕宫 毕就是诸侯 宫就是夏商两代他们的遗留的被武王所封的诸侯叫做宫 列文毕宫也可以说是来祝祭的这些诸侯 文字武功都非常好 也掌明武王来封这些诸侯们是任用贤者 那士之子福 习也可以念士 就是等于福子子福就是福去的意思 就是赏识福气 赏识福气 所以大家都是因为贤者是公刑 所以得到了什么福呢 得到可以治国的福气 慧我吴将子孙宝之 文王武王能够给我这么多的福报 我们要好好的来办政治 办教育 子孙宝之 子孙宝之就是 你因为你做得很好 以身作则 所以你后面的儿子 孙子 能够保有你的江山 继续把你好的政治延续下去 乌风米于耳邦 就是不要风就是大 米就是坏 不要把你自己的国家搞坏了 比如说在朝任用小人 乃至于风气变坏 对人民的生活不闻不问 或者是恒征暴力 或者是加很多的税收 让他们民不聊生 这都不行的 为王其从之 为王就是以助词 没有意思 王就是指武王或文王其从之 要好好的把文王跟武王当典范 所以不管是办政治 办教育 办事业等等 有典范很好 他才能够将这样的精神延续 虽然时代的做法会有不同 但是精神的延续是非常的重要 念之荣公 继续其皇之 就念这样的荣公 文武王的这种工业 特别是伐咒 能够整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继续其皇之 要把文王武王这个文治武功继续下去 继就是延续 续就是要很有次续 其皇之 还要发扬广大 以上就是这八句是劝谏 当时来助继的诸侯 后面那四句可以说是 特别来讲成王 无尽为人 四方其训之 也有的讲法是说 念之荣公 继续其皇之 以下开始都是讲成王 这也可以的 成王要好好的奠记着 他的父亲 祖父的文治武功 那无尽为人 就是不要跟人家来竞争 就要像最圣武功这样 为武功这样 要好好的谦德 要好好的找到自己的过失 要好好的弥补不足 要举弦来匡正自己不足的部分 所以无尽为人 四方其训之 那四方的诸侯都会 这个来训就是顺 都会来顺从于你 因为你做得太好了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你的脚步来走 披显为德 就是光显 文王武王的德 叫做百辟其行之 百辟就是各个诸侯都会以你做典范 误护前往不忘 就是赞美不要忘记前往 你看这就是颂 我们一般说诗经有所谓的风亚颂 风就是国风 就是各国的民谣 天子听到各国的民谣 就知道各国的风俗 各国办的政治如何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是一种传承 是一种报公 所以误护前往不忘 所以误护前往不忘的这句 是出自于周宋的列文篇 刚才讲过 这就是陈王在祭祭宗庙的时候 周朝的开国是武王伐奏成功 但是推尊文王 所以文武都是周朝的开国 那祭太庙特别是文王为主 但是武王的开国也不可以忘 所以这个祭祭可以说是周宋列文篇 要成王特别闽怀文武之德 那这才是延续周朝的核心价值 刚才讲到说 祝祭的这些诸侯 什么毕宫 那我们就想到《论语八一篇》 再有一章叫做 三家者以雍策 就路过的祭孙大夫 蜀孙大夫 孟孙大夫 在自己的家庙 跳八一五 策传的时候唱雍诗 雍诗里面会有一段话叫做 相为毕宫 天子木木 毕宫 宫就是指下朝跟商朝的后代 毕就是诸侯 所以来祝祭的都是各国的诸侯 天子木木 天子木木是指周成王 非常的庄严肃目 很庄重 可是孔子在三家的家庙 他们撤传昌雍诗 孔子觉得很好笑 说西渠三家之堂 这怎么会在三家出现呢 三家大夫又不是周成王 来祝祭的人也不是各国的诸侯 竟然在自己的家庙 跳起八一五 策传唱雍诗 这是很好笑 简直像跳梁的小丑一样 也逐渐他们 戒阅理智是目中无人 他们刚才讲到说 不忘乾王 所以真子说 乾王的功德是什么呢 文王武王的功德是什么呢 叫做君子贤其贤 亲其轻 这个贤其贤跟亲其轻 都非常重要的修学法 是天子的修学法 稳定政治的修学法 把善良风气发展的修学法 其中亲其轻在论语里面 泰伯第八就有讲说 君子赌于亲 这个君子是讲在上位的 赌于亲就是对亲主赌后 特别对父母亲孝顺的这一分 这叫做一家人一国心人 所以大学后面也有说 可见《论语》很多的字句 其实都是经典的精华 所以有人才会说 《论语》是十三经的门户 也是十三经的精华 所以名为什么会信于人 因为你看到你是后代这些亲主 所以人民也会跟他的亲主和谐的相处 然后你跟亲主肯和谐相处 肯立亲人 你才能够推己及人 对于有恩于你的人 像亲人这样的时候 你才会跟他们和睦相处 乃至于报恩 乃至于给予他们很多的利益 来彰显自己不忘本的心 那再来顾旧不宜者名不偷 这个也是君子亲其亲里面 亲其亲里面包括父母亲 包括亲友 包括顾旧 顾旧就是老朋友 老朋友没有什么大错 不要遗弃他们 则名不投 这就是交情深厚 所以自古来民间的交情都非常的深厚 一个家一个村庄一个宗族 大家交往的非常的深厚 这会带来社会的安定 繁荣和谐 贤旗贤的部分就是要尊贤 君子不管你是一个事业的领导人 一个团队的领导人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尊贤是很重要 你一定要有人才团队来辅助你 你才能够欣欣向荣 这个在历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 在这里就不用举了 这个尊贤当中 在《论语》里面的纸张篇 他就有讲到 说纸下的门人 问纸张怎么交朋友 这个交很重要 我们台湾一个大公司老板 他说他事业成功的秘密 他就是在交朋友 听了会觉得 有时候觉得很好笑 交朋友跟你发展你的科技公司 成为世界十大强之内的 怎么跟交朋友有关 交朋友当中包括请教 包括找人才来帮忙 包括在推展业务的时候 请他帮忙 或者是知识的交流 所以这个问交是很重要的 所以纸张就说 你的老师指下怎么说 那指下的学生对约 我的老师说 可责与之 其不可责拒之 这个也是对的 就是说可以交往都交 不可以交往都不要交往 换句话说交往 如果你是交善之士的时候 你必须要清闲远利 这叫做闲其闲 这一段是对的 可是纸张他从另外一面向 因为他们两个各听老师所讲的 交朋友的交各有不同 所以纸张就说 义父我所闻 跟我听的不一样 可见孔子是多面向 要把多面向的凑齐 才是完整的孔子 他说我的老师孔子怎么说呢 叫做君子尊贤而荣众 尊贤其实就是贤其贤 很尊重人才 很愿意跟人才请教 用人才等等 而荣众也要包容人家不会的 一个事业其实也是要这样 也要包容人家不行的地方 加善而进不能 家许那个有能力的 可是要体恤那个没有能力的 所以有时候要多办一些 什么员工训练 什么教育训练 要体恤人家不能的 我是大选吧 如果我是大选 我当然对人家是何所不容 都可以包容的 心量 你要知道那些能够成就的人 他一定有他的心量 比如说在公司在最危险的时候 他不裁员 大家一起来后继 面对这个艰难的局势 一起来充实内涵 等到局面大好的时候 这些人才就能够广大的发挥 这也是那一位董事长说他成功的秘密 那再来呢 我这不嫌于 我如果是不嫌 人家拒我 你因为不嫌 你因为没有什么能力 所以人家拒绝你 那你还谈不上去拒绝别人 所以子章是尊贤而容重 要容重呢 尊贤你本来就是要尊贤 为什么要容重 因为你不容人家的时候 你不嫌人家怎么会容你呢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边的讲话 那这两个来讲 有人说子下讲的就是亲近善之事 他当然是要有所抉择 那这个讲到子章呢 本来就讲到犯爱重 所以弟子规里面犯爱重 就是子章所讲的 而亲人就是子下所讲的 所以这两个合起来 就是孔子完整的交朋友的交 所以交朋友有交善之事的交 有跟广大群众的交 那这两个交都是孔子的交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原则 要知道分寸 要知道方向 才不会在交当中受害 会在交当中得利 这就是君子贤其贤 老百姓是乐其乐而利其利 乐其乐是乐在安居利益 利其利当中 还要得到国家的利益 国家很多的资源 可以放给老百姓 税收减少 很多民生的建设 乃至于丰收的时候 政府把股物买进来 让股价不要太跌 欠收的时候 一般人物价大帐的时候 政府把股物释放出来 让平准物价 这都是老百姓得利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看 论语里面的元渊第十二 哀公问于有若 有若是孔子很重要的地质 人家说有若 讲的话好像孔子一样 很有孔子的气象 那说年积用不足 就是积收成不好 所以收不到什么税 用不足 那如之何呢 有若对于何策夫 为什么不用策呢 这个策就是税法 以前下朝是共法 商朝是策法 周朝是策法 这都是讲到十分之一 约二 可是到鲁国的时候 已经是十分之二的税 换句话说税是加重的 鲁埃公说十分之二的税 他赚十块我抽两块 我还游不足 如之何其策也 我怎么还抽一块呢 我明明已经告诉你 我税收不足 你还告诉我减税 可是子下不是不知道这道理 我觉得人语有些的暗 我们都应该要懂的 这就是百姓足均属语不足 如果百姓够哪里不够 而且你只要少开销就好 你不是那个严重不足 还有你就算收来 三家大富业拿去大半 即使你也没拿到什么 你为什么不用减税 减税来跟老百姓结好呢 百姓不足均属与足 百姓都不足了 缴不出税来 你有什么足呢 所以这段话里面 就是君子一定要懂得 让老百姓立其立 乐其乐 立其立 这段话是很重要的 乐其乐 立其立当中 那个立还除了说政府让我富有的立 乐在哪里呢 乐还乐在有很多的教育资源 把我培养成人才 所以我们来看看 《论语》还有一章在《子路篇》里面说 子是为孔子周游列国在鲁国不被用的时候周游列国 《燃油谱》 谱就是驾车 这就是孔子第一次到魏国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阮秋还没回到鲁国去当继孙大夫的家臣 那子曰素衣灾 人口多 燃油跟子供 都是很会善问的人 他会说 那既素衣又何家 人民多 那还有什么要做的呢 孔子说父子 可见那个利其利很重要 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那个利其利很重要 所以孟子说 王何必曰利 必有人义而已 其实他不太了解孔子 孔子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既富于又何家焉 孔子说要交之 可见利其利是富之 那交之是乐其乐 所以你看我们大学里面很多讲的 都可以在论语上找证明 论语真的是十三经 最好的注解 以上是我们大学 在撰文当中解释纲领的时候 已经把明明德、清明、子于至善都解释完了 经文里面还说要知道本末 本就是明明德 末就是清明 所以要怎么解释本末呢 那大学里面说 听诵无由人也 必也使无诵乎 必也使无诵乎就是本 听诵就是末 听诵法官 这个听诵 可见法官要听两方之词 原告被告 虽然还要观两边的颜色 比如说说谎有说谎的样子 正气凌然有正气凌然的样子 所以还要查颜 观色 要观色以后还要查颜 但主要是查颜 听听他们讲的合不合理 所以还要分辨的能力 所以法官本身很有逻辑的思维 理性的判断 反面来说也不可以私下收受贿赂 让自己的亲民之志被蒙蔽了 所以孔子说听诵无由人也 当法官听诵 判谁有罪 像包青天 像历史上这些著名的 像狄仁杰这种大法官 孔子说无由无人也 像高尧这样的大法官 高尧是姚舜时期最有名的大法官 绝对不会让这些奸邪者 有任何的便宜可占 孔子说我可以像高尧这样 可是避也史无诵乎 我要经营的是 没有大官司的风气 就像文王武王 文王的善政就是周朝 没有大官司的风气 老百姓对错当中很清楚 错的人自知理亏 这就是誤护前王不忘 就是不要忘记前王 下面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也 尽其辞就无情 没有真情的人 没有实情的人 就是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错的人 是一个犯过失的人 是一个有罪的人 他没有实情的人 不得尽其辞 他不会颠倒黑白 不会找一些律师 来帮他掩饰罪名 风气不会是这样 错就错 对就错 对 整个社会的风气是是非对错 非常明白 所以不会有什么打官司 自知理亏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里面说 以前的旧社会也是一样 口头就是契约 讲话不算数 那是做人是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不会有这些什么契约等等 大魏明治就是无情者 会很恐惧那个民意 民治就是那个民意 民意当中很清楚 因为被教育以后 乃至于从上到下的风气 大家都很清楚 是非功利 正义 所以此为资本 资本就是半政治当中 半教化才是真正的本 而半教化让老百姓 能够成就明明德 这才是真正的本 亲民是莫 亲民里面包括很多安居乐业 税收减少 财富增加 很多的医疗资源 乃至于很多的社会福利 这都是莫 但是它也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从莫而达本的明明德 半教化的明明德 所以你看大学的章句 可以彼此互相的发明 而且用论语来做举证 这个本末当中 有孔子的言 有曾子的话 孔子的话是什么呢 孔子的话叫做 听诵无由人也 必也死无诵乎 这一段在论语上面也有 曾子来解释孔子这段话 就是讲到 无情者不得尽其词 他为名字 此为资本 意思就是说 必也死无送户里面 这里面特别是教化人民 成就明明德 这才能够在这社会上是一个名字 一个名义 所以无情者不得尽其词 荒腔走板的人不敢说谎话 这个社会回归到正常 回归到正面 回归到正当 听诵无由人也 像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包青天 就是片眼可以折语者 其有也于 就三元两语可以断案的人 折就是能够断案 折语就是断案的人 就是子路吧 子路就是包青天 子路就是敌人节 子路就是高摇 但是更重要的孔子说 毕业死无送户 那才是孔子高于子路的地方 以上是大学的第九集 我们来说一个总结 核心价值的人生 从大学说起的第九集 大学我们都知道是经一章 是孔子所说 钻十章 是真子解释孔子弟子们记录 那里面的大学纲领子去 两纲的明明德亲民 前面都讲完了 今天讲两纲的结论 子虞至善是今天的进度 谈到了周朝开国文王武王 就是子虞至善 子虞至善是在他的家庭风气的经营 国家风气的经营 来呈现他子虞至善 要求完美 不断的精益求精 要求完美 所以我们前面有举出 瑞胜武功的例子 等于子虞至善 就是文王跟武王 在两边通达 就是往君子之德 往圣人的气象 这是他子虞至善的气象 希望周朝后面的君王们 帝王们不要忘记 前王文王武王 以他们来作为典范 特别举出 贤其贤而亲其亲 贤其贤 换句话说 你自己的明明德 你必须要靠很多的贤者辅助你 你这个君王想要明明德 你要靠很多的贤者来辅助你 而亲其亲 你要经营亲民的风气 你要先从自己的亲主来经营 而亲其亲 所以你看 贤其贤而亲其亲 里面就明明德有亲民 而这两个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就是子虞至善 这就是开国的典范 而治理的人民是产生个什么气象 叫做乐其乐而利其利 这样治国的气象 治天下的气象 才是后王要遵循的 不能往前往的地方 就在这里 第二 大学经一章里面 谈到本末的时候 我们也都知道 明明德为本 亲民为末 所以亲民是引导人民通往明明德 治国之本也在这里 这些虽然上面说过 可他重要性是要一以观之地讲下来 历史上我们以前的故事也说过 于瑞两国的国君土地的纠纷 到周朝到这个 那时候还是诸侯的周 来评评里看到文王所至的国家 是跟者让判行者让路的时候 觉得很丢脸 走路的人互相让路 田地走田梗的人互相让路 他觉得很丢脸 老百姓都这么样的知书达理 我们两个国君正在那里争夺 这就是教化成功的案例 这叫做资本 治国的资本 就是贤其贤而清其清 治理下去后 老百姓乐其乐而立其立当中 所呈现的气象 虽然资本很重要 末其实也不能忽视 所以我们一般说 听诵无由人也也是要维持 在司法上也要维持公正公平公开 本末都要监制的 让奸邪者这些无情的人 这些尖道谐音者 谎话连篇者 说谎话都不改面色的人 他不会颠倒黑白 这个社会就不会黑白不分 能够伸张公理跟正义 第三 讲到说 这个司法子路就是一个司法的人才 可以伸张正义秉持公理 但孔子是更商一层楼 讲的就是教化人心 所以人心被教化成温柔敦厚 有这种精学的教养的时候 根本就不打官司 维持天下太平 繁荣与昌盛 第四 教化人心谈何容易 坦白讲 为什么要人才团队 孔子本身要借重很多的人才 他还要培养很多的人才 他才有办法教化人心 教化人心要让人心是一个真正有功力 有价值判断的人生 叫做明智 维持社会的安定跟繁荣 这里面要很多 让老百姓懂得正确的认知 思维的模组才能够判别是非 懂得价值观 懂得善恶之别 所以这些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推展的 素质教育 素养教育 其实都是要朝向这样的 那为政者如果没有这种内涵 哪有能力推广这种教育呢 所以人民只要有正确的认知模式 思维模组 建立正确的生活模式 这才是国家要发展的长远之道 但是这有一段路要走的 所以要维持经学的核心价值 还有多少的配套措施 不是简单的 那本集就谈到这里 我们谢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